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千里穷木诗句好 至今夜影到西楼 似水流年等前过 如今此楼非底楼 黄河西一了 冠队楼就往西修建了 江南三座就越洋楼在园子上 其他都不是园子 登高宋墓 最眼前之美景 已住姬节 送盛世之光明 文理大发现之天下黄河第一楼 冠阶楼 马上播出 白日一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叫什么 叫灯冠阶楼 是唐代著名诗人王之焕写的 黄河楼 岳阳楼 藤王阁被称为中国四大历史文化名楼 你说这王之焕那时候唐代大诗人 说唐代诗仙云集 很多这诗篇流传至今 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很多地方也因为诗而走红 现在来说那绝对是网红了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灯阙楼 其实不是在圆址上建的 是复建的 而且历经很多年 每个朝代都有修复 也特别好 今天文旅大发现 咱们文化旅游讲究的是贫贫最细节的文化和最地道的历史 灌阙楼 又名灌阙楼 有时由灌阙西齐上而得名 位于山西省永济市 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 由于楼体壮观 结构奇巧 加之周围风景秀丽 唐宋之际 文人学士灯楼赏景 留下许多不朽诗篇 以王之焕 灌灌阙楼最负盛名 知道这灌阙楼的一些讲究吗 我不知道啊 您都向后转 您都向后转 我告诉您啊 这灌阙楼 对吧 是因为在黄河边上有很多灌阙鸟 您听过灌阙鸟的叫声吗 没有 来 您看啊 您现在双手准备合适 听 哦 听见了吗 这就是灌阙鸟的叫声 听见了吗 我听见了 听 对对对 听到了 是不是 听到了 这个非常的神奇 因为我们在建这个灌阙楼的时候啊 是根本没有做这个设计的 最后工员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就 拍吐 听到了灌阙鸟的叫声 哦 等于说也是在建筑的时候才发现 对 建完之后 建完之后有一个特征了 对 灌阙楼 灌阙鸟的叫声 对对对 神奇 太神奇了 对 您拍一拍 而且我们永济这边啊 很多建筑都是有回音的 您去普九寺有八声 您来到灌阙楼 能听到灌阙鸟的叫声 特别有意思 迥陵飞鸟上 高出事成间 天势为平野 河流入断山 今天我小团子也要变身了 过一把当诗人的影 登高望远 迎诗作对 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小鸟 听到很多 比如说喜鹊的叫声啊 对吧 鸡一扎扎呀 那很多人就会问了 说这喜鹊 是不是也在这栖息吗 为什么叫灌阙楼 不叫喜鹊楼呢 这有讲究了 喜鹊太小 它飞不了那么高 所以说它来这 它扶不住这个地方 就好比说吧 怎么跟大家伙形容呢 就是你像我吧 习惯性的在平原上生活 有一天你让我去那高山上 海拔太高了 我受不了 就这意思 但是这灌阙也没毛病 灌阙往那一切切 觉得这挺好 所以大家久而久之 就把它叫做灌阙楼 而且灌阙呢 就在黄河岸边 来回生活 而且这灌阙鸟 这特别有意思 它呢 就是经常守株待兔 就是我不主动出击 我就站在黄河里面 等着鱼虾过来 它就把肚子吃饱了 可以说 这灌阙鸟还挺高傲的 就是你要按照 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吧 这工作态度 好像不是那么积极 这都没 这我自己琢磨了 它来了 瞧瞧吧 灌阙楼 确实走进一瞧啊 你能感受到 灌阙楼的 丝丝壮观 灌阙楼 此楼非彼楼 有时云 河山偏之 爱人游 常晚西轮 泛西流 千里穷木 诗句好 至今日影 到西楼 团子说的没错 灌阙楼 始建于北周时期 历经 隋 唐 五代 宋 金 原初成吉思寒的金戈铁马 进宫中原 毁于兵 仅存固旨 明初时固旨尚存 后因黄河水泛滥 河道摆动频繁 其固旨随之难以寻觅 人们只得以 蒲州西城楼 当作灌阙楼 而如今 我们所登临的灌阙楼 是1997年之后 复建的灌阙楼 是仿唐行志 四言三层 一层主题 千古绝唱 和大唐蒲州圣景 二层华夏根祖文化 三层亘古文明 四层黄土风韵 五层旷世圣荣 六层吉木千里 天下黄河第一楼 灌阙楼的第一层 主要介绍的是蒲州文化 古蒲州 从唐代开始 我所在的地方叫做蒲州 到清代 就变成了永济 很多人好奇了 说这灌阙楼 到底是干嘛用的呀 唐代 很多诗人在这里 那诗次歌赋特别有名气 他主要的目的和功能是什么呢 他其实是一个瞭望塔 这站得高看得远嘛 黄河岸边 那边就是陕西了 对吧 我们都说 自古呢 秦尽之好 但是对于这段历史呢 彭宇呀 还真是才学浅薄 并不是很了解 那今天来到我们灌阙楼 有亲戚在吗 对吧 我姐在 我姐在 我就别说话了 有请理解 有请 你看这 大家伙都瞧着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 好 来 好 在这边 咱们这边看到就是唐代的蒲州城 咱们现在称为永济 清征六年就有水池叫永济渠 有永远济世 长久复述的意思 清代把蒲州改成永济 咱们永济以前就称为蒲州蒲板 唐代称为中都 这就是中都蒲板凡圣图 就是唐代 蒲州城的繁荣景象 咱们先看城外 城外是我们的母亲河 黄河 以前的河床窄360米 走着300步就到了陕西了 走300步 对 就到了陕西了 对 咱们这儿当时通往金城城的地精之路 但由于咱们这解放后 黄河河床宽 十公里 所以金元光元年浮桥毁了以后 这里不通行 当然在开元年间的时候 咱们这浮桥最稳固 才铸造了铁牛 山西四尊 陕西四尊 都是固定浮桥的 是黄河大铁牛是吧 是黄河的作用 对 而且咱们这浮州城南一中条山 南边山脉就是中条山 西南边天桥华山也可以看到 咱们这据考证下 中华二字又源于中条山和华山的缺氧字 以前跟铁牛馆一条线上 黄河西移了 灌铁就往西修建了 江南的三座就越阳楼在原址上 其他都不是原址 明白 咱们这顺着官道 进了城中 城中本发生了 来到咱们浮州城了 浮州城 当时浮州城的那长 周长是十公里 城中最高的片头就是古楼 古楼南边是中楼 中古楼在古代上来报时间用的 陈中木谷报时间用 中间就长的主干线 它是官道 当时这做官人多了 流传这样一首民谣 说站在古楼往南看 二十四家汉林院 对门三格老 一项九尚书 大大小小周县官 三斗六升菜子多 说咱们这做官人非常多 就好像递的芝麻菜子一样 唐开元八年 浮州城与闪 正 便 将 怀命 成为六大雄城 开元九年成为和中府 成为中都 与东都洛阳 西都禅 北都太原齐名 是中华民族发言的中心 所谓和中府灌穴楼三层 前瞻中条 下坎大河 古时吸引了历代名流 登林作父 而如今就连孩子们 也来一览名楼盛景 我们当时喂嘛 会喂吗 孩子们 来来来 听说孩子们会背 你们都多大了 你们几岁了 二十岁了 几岁了 四岁了 大成是吧 几岁了 五岁 五岁了是吧 你们都五岁 你们会不会背这个灯灌雀楼啊 那你给我们背一遍好不好 来 听我口令啊 三 二 一 走 登山岁楼 往日晚 白日一山地 黄河入岸楼 一城千里湖 登山一城楼 好棒 鼓掌好棒 这都是我同学们 都是同班同学啊 这是我们老师是吧 孩子们 登灌雀楼 一参观 这首诗会记一辈子 特别好 特别好 宝贝贝 你们参观吧 参观吧 注意安全啊 注意安全 咱们 咱们这儿唐代多世人 宋代多画家 明代多将相 明倩和艺术家非常多 人节地灵 诗篇云集 我旁边这位人书 他就是王之焕 河东产业 明千古 灯高望远 节节高 文旅大发现之 天下黄河第一楼 万却楼 正在播出 万却楼西 百尺墙 听周云树 共茫茫 汉家萧谷 空流水 为国山河 伴夕阳 逝去千年 游恨宿 仇来一日 极为长 风烟并起 思相望 远目飞眷 亦自商 文人末刻 诗篇云集 果然是 人节地灵的宝地 感受历史 品味文化 好 我们来到了第二层 灌雀楼的第二层呢 会有一些 名人 比如说 就是顺帝 是吧 自古以来 都非常有名气 这个我不专业 您给我们待会介绍一下 咱们这是唐代多世人 宋代多画家 明代多将相 明千古艺术家非常多 咱们这边看到的顺帝 它呢是著名的人均 它的治国名言就是 天下一人鸡则我鸡 天下一人寒则我鸡 咱们现在所说的 孝顺孝顺 就是效仿顺帝的谐音 咱们这个史记 中韩记载 天下名德自于顺史 顺帝就是道德的鼻祖 姚顺语都在这建都了 咱们这还有最早的词调 厚吐词 就有女娲补天的故事 那边还有宣元皇帝 他是皇帝战翅 就为了争夺盐护资源 咱们这边呢 还有柳宗元 唐宋八八家之一 柳河东 还有 郭二爷 对 郭二爷 对 郭二爷 那还有司马光 司马光下县的 下县有司马温公祠 咱们这边还有南宋画家之一的 马远 这边呢 还有晚唐的诗品家司空徒 然后像咱们熟知的 王之焕 王维 王博 都是浦州人 都是浦州人 对 曼西有宰相村 薛仁贵的河金呢 以前都是于古浦州了 人节地灵了 对 像这关汉清 扁鹊 富岳 王通 都是咱们这儿的 哎呦 太厉害了 人节地灵 各位 这个二层啊 您不能光听我们说 您也来亲自感受一下 您才知道什么叫做 一方水土 养育一方人 来到冠冲楼的三楼 主要体现的是 河东的产业 就从古至今吧 有哪些产业呢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盐 运城的盐 非常的有名气 在古代呢 大家伙下天食用盐 冬天是盲销 那么现在主要以工业盐为主 是吧 老话讲的好 得盐者得天下 132平方公里 特别的富有 你掌握了盐的资源 是吧 我这卖钱 我这来钱快 所以说那个时候啊 这运城这边太有钱了 为什么叫运城呢 就是运送盐的这么一个地方 叫做运城 交通要道 那边就是陕西嘛 除了盐之外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 野铁业 这野铁业从哪儿体现呢 就是咱们的黄河大铁牛 黄河大铁牛 这边四个 那边四个 是不是 说话说 李隆基啊 在位的时候 一年用了80%的铁 就在黄河岸边 筑成了大铁牛 这工程太浩大了 这工程一般人你来不了 而且我们这儿 当时的野铁技术 比欧洲领先了几千年 技术非常的成熟 所以说一个盐一个铁 代表了这里的工业项目 那包括还有我们那边 雷祖养残啊 还有这边的桑若酒啊 都非常的有名气 其实彭宇说半天呢 不可能都给您说全了 还是说您来这儿 一一的探访 挺好 谁能如铁牛 横身赴黄河 滔天不能墨 齿锤喂一喝 我们来到了 正了八景的 黄河大铁牛的面前 刚才我们看的是母型 这是展览馆里面的 现在呢 是正了八景的 而且时刻在提醒你 文物神圣 请勿攀爬 这些铁牛呢 一直 注立在黄河岸边 见证着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记录着很多美好的故事 当然 也记录着 人们的休养 生息 在这方热土之上 有很多美丽的故事 一直在进行了传唱 当然历史 还在进行了书写 教科书上 我们从小就学啊 黄河大铁牛 黄河大铁牛 今天建造果然 非常非常的壮观 在那个年代 应该说古代了吧 能有这样的精神 能有这样的物件产出 是非常不容易的 好好地品味一下 我们来到了贯雀楼的顶楼 第六层 哎呦 这个真是啊 放眼望去 那真是一片美丽的景色 就我旁边这位仁兄 他就是王之焕 这是按一比一的比例 按照咱们县来说 当时身高一米七五啊 在唐代一米七五 那真大帅哥了 是吧 你想想 他就站在这个位置 看到了黄河 看到了中桃山 看到了华山 写下了灯灌雀楼 说那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就说这个黄河啊 因为它的力的作用 经常呢 这这东边的沙子老去西边 西边沙子过了三十年之后 又来到了这边 于是乎就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还有一句话叫做 鸡鸣一声 闻三省 什么意思啊 说这个地方黄河大转弯 是三省交界 那边陕西 咱们这边山西 那边是河南 就从这来了 特别有意思 这地理位置呢 这地理位置呢 能够让我们感受到 确实我们的永济 这方土地之上 还真是有灵气 那么再往那边看 就是黄河了 黄河曾经改到2.5公里 所以说给咱们山西这边 留下了一片摊地 特别好 你别看啊 现在我们的母心河 特别的温柔 但其实它的流速 非常的快 从虎口瀑布 啊就流过来 母心河 就跟咱们人一样 都有自己的脾气 时而温柔 时而紧张 但在这里 能够感受到的是 大自然的归附神功 挺好 黄河北来 太华难以 从水路之形式 壮观河之气色 果然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彭宇 我这个小诗人怎么样 反正就是 以一个非常饱满的姿态 邀请大家 来到灌雀楼 非常的好 这里面的文化故事 太多了 想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吗 你光看书 光听是不行的 你得来到现场 真真切切 明明白白地感受一次 这样才会荡敌您的心灵 置入到您的灵魂深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燃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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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